这段时间独角兽染发非常流行 这种染发其实不难 先把头发漂白一下 然后染上丰富的色彩就行了 英国伦敦29岁女子Kirsty Weston就迷上了这种染发 这位单亲妈妈没有太多嫌 她决定自己买染发剂DIY一下 她花5英镑约新台币199元 买了一款高强度褪色染发系 但几个小时后 她就后悔这个决定了 她按照说明 先将漂白浸抹在头上等15分钟 但这期间她的头皮却痛得厉害 就像药烧起来一样 她知道不对劲 立刻洗头 但头皮还是很痛 第二天早上 她发现自己半张脸变重 头皮也灼伤了 Kirsty再也不敢拖延 跑到医院求助 刚开始医生还以为是过敏 没想到轻轻拉一下她的头发 她的头皮就跟着脱落了 最后医生确定 Kirsty属于化学烧伤 必须接受直皮手术 他们先把她的头发剃掉 然后从她的右腰取了一块皮肤做移植 不过腰部的皮肤没有毛囊 伤害了身体 染发之前她没有做皮肤测试 如果做的话她应该能够发现问题 毕竟这种染发剂对她来说太刺激了 Firsty购买的并不是什么劣质产品 而是经过测试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